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蒙恩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感受到末日的临近 或许当你看到灾难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才意识到末日的临近 但是往往我发现这是一时之间的冲击 可能很快又进到关注自己要忙的事 关注要做的事,要忙的事 甚至关注自己的问题 其实对我来说,在末日的临近 最可怕不单只有看到灾难 乃是人的心灵,对神的真理是越来越盲目 对福音是越来越不全备 对很多生活的重担和罪是越来越被容易残累 对生活的期望是越来越安逸 这就是末日临近的属灵观景 要知道,撒旦是很积极的 他是不停地在人心灵里面做欺骗的工作 以致更是不能维持信心,维持祷告 也更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罪的欲望 所以我们不只是从世界的现象和灾难来意识到末日的临近 我们更是要从自己的心来深入地看见 撒旦今日是如何影响你,控制你的心 使你远离真理,使你更加自我中心 各位,上帝是多么要我们能享受在他里面的关系 应许和儿女的权柄 但是心一旦受撒旦的影响和控制 我们是没有办法享受的 所以在这末日的临近,我们要怎么办呢? 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藏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各位,当我们在面对末日的临近 面对属灵的现实,不是逃避 那是非要奔跑前面的路程了 奔跑什么路程呢? 第一,就是奔跑信心的道路 跑那信心的道路是要经过肉体的征战 若没有经过征战,信心是不能征战的 要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很容易将我们安逸 靠自己所懂的知识和尽到软弱的罪性 这使我们的肉体有很多的挣扎 尤其当我们听到信息之后 里面的挣扎是更大的 比如你挣扎不要犯罪 挣扎不要血气 挣扎要来聚会 挣扎要祷告 挣扎不要软弱等等 但其实我们里面有挣扎 证明你是在奔跑了 因为挣扎之后才能使你生出破碎的心灵 只有破碎的心灵 这算天天被肉体的罪性影响 却叫我们不轻易放任 这算有软弱的性情 也叫我们不轻易留在里面 所以唯有破碎的心灵 才能对付我们肉体的罪性 肉没有破碎 你就会埋怨神埋怨人 你会对旁边的肢体 教会感到很恼怒 最后使你的心不能顺服神 那是犯更多的罪 当然 挣扎的人会有很多的失败 但在神的眼里却不失败 那是将我们更破碎 直到我们谦卑来到神面前 领受神的应许 雅各书四章六节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知道不容易奔跑信心的道路 但是当我们越破碎 我们的信心越是增长了 那第二就是奔往末日的路程 当我们说到末日 这是跟互联网有关系 互联网是继续给很多的情报 带给人很多的惧怕 幻想和困惑 比如当一个人听到自己国家 人家有很多贪污的事 而导致经济下落 影响人民的生活 如果这个消息被影响了 叫你对政府失望 对未来的生活担忧 你的心已经是被控制了 当一个人听到飞机坠毁 一旦在飞机里遇到颠簸 心里就会感到惧怕 很奇怪的 所以互联网是一个传播音的平台 也是魔鬼撒旦用来对付我们的工具 若你不接着互联网继续传播音 你就会被互联网控爆 你看多少 你就会被影响多少了 因为互联网的黑暗势力是很大的 我们要有一时末日的现象 这是在灵战里面的 那第三就是奔跑自己的路 就是跟自己竞赛 神特意为你精心设计的竞赛 是为了成就个人家庭地区世界会化的应许 完成主不招的使命 但这个使命要完成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神为了成就他的应许 必定会赐给我们环境的试炼 叫我们在试炼中被炼进 尽力以满内力得着新的时间表 那怎么样的环境呢 比如因自卑跟人比较而心里很难受 因爱看脸视剧而受谴责 因家庭婚姻或感情的问题而痛苦 因老板不扛纵你或给你为难等等 往往因人的罪性是会马上埋怨环境的 其实我们要知道并不是环境给你的问题和痛苦 那是因为你的心被环境控制了 当你的心因为环境而控制 你就会失去能力和希望 以致你会更难相信神给你的应许 神给你的护照 神给你的使命 我们要知道环境是神为了使用你的途径 和叫你经历以满内力的同在 那个时候那残累你的痛苦才得释放 所以我们是跟自己竞赛的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心不对才会痛苦 而不是环境给我们的痛苦 那第四就是与肢体同跑 那许多属灵的伟人就是见证人 虽然没有和我们一起跑 但借着他们的失败的经历却是安慰我们 他们的成功的经历却是鼓励我们 他们用他们的见证为我们的喝彩 所以当你扰弱时你要想到亚伯拉罕 当你犯很多严重的罪 你要想到大卫 当我们想到他们 我们心里必得安慰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 他们要跟我们一同同得冠冕 所以我们每次相聚 虽然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事情 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但是继续一起走下去 传福音牧养人 主说流泪杀种的必欢呼收歌 那最后第五 使我们在恩典中坚强的路 这坚强的路是没有捷径的 就像约瑟需要13年来祷告 来操练自己寻找神真正的声音而行 不寻找容易的方法 那是按主的话来征战 并且忍耐到底 所以 悦瑟是不被环境所困住 那是跨越每个环境 很多人不是仰望恩典 那是看外表的条件 所以我们不要被欺骗 神将我们奔跑的路程是为了坚强我们 他不会给你超过你能忍受的环境和软弱的 但是你只要继续仰望恩典 相信圣灵无限的工作在你的心灵里 使你的心才能够更被坚强起来 各位弟兄姐妹们 主已经得胜了 但愿我们一起在这末日末时的领境 靠着主的应许与恩典 继续奔跑 主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路程